第十五屆烈志民市開放日亦正式展開 其中黃家騎警亦開放給民眾免費入場參觀 蘇罕南報導 除了疫情放緩 烈志民黃家騎警在相隔兩年之後 恢復舉辦實體開放日活動 今天在市中心警察局有很多家長 大同小朋友一早就到現場參與活動 黃家騎警特別設立專屬辦公室 接待公眾查詢 其實我是住在這附近 他們從小到大都聽到這些聲音 他們就很喜歡那些警察 火災人士 或者是那些 所以他們就比較熱愛這件事 所以今天是開放日 我就帶他們過來參觀一下 了解一下警察是怎樣的 怎樣去運作 出席活動的警方代表表示 開放日準備了豐富的活動 和安全訊息給予公眾 我們有個項目 例如Project 529 免費運動 我們有個選擇的目標 我們也有個選擇的目標 我們也有個選擇的目標 我們也有個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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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個選擇的目標 另一方面 列治民三號路 駕Akroyd 六一大 今早發生槍擊案 黃家騎警證實 一座帕文大廈發生雙重控殺案 但強調案件對公眾 不會構成威脅 新時代電視 蘇寒欄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